10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抢前报,我是徽宾 有的人才32岁就经历了两次生死节,还险些丢命 30年前,当时只有2岁的华裔送货员被确诊患上血癌 已经康复的他,目前其摩多送货途中,遭人撞后逃,以致半身瘫痪 心痛爱而遭遇的母亲如今哭寻网民的力量 希望找出肇事者,为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伤者麦子安的单亲母亲郑惠玲 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指儿子在本月12号在新街场大盗 遭人撞后逃至头部重伤 在场的两名目击者目睹一辆快速行驶的第二国产Viva轿车撞倒儿子后 逃离现场 郑惠玲除了表达对马来骑士的感激,也指儿子虽然大难不死 但精神状态欠佳,头部受重创造成半身瘫痪 热肠生活受影响 目前仍留院观察中 没有收入,生活也无法自理 因此他必须时刻照料儿子 张天赐也谴责肇事者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时指他将寻求大盗公司帮助 以寻找案发现场是否有闭露电视 火魔在深夜到访彭亨利碑现文达华人新春 烧毁了16间房屋 没有任何人命伤亡 庆幸的是,是这场大火并不如27年前的那场午夜大火 造成一家五口被烧死的悲剧 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火灾是在深夜一点左右发生 由于该处全是半砖房屋或木屋 火势很快蔓延 村民午夜被惊醒立即逃命 尽管火势成功被扑灭 但所有汇重财务皆被火烧毁 让灾民损失惨重 他们目前被安置在文达民众会堂 消整局是在火灾发生不久后接获投报 而来自刮拉利贝、劳务消整局、刮拉卡里及彭亨第三区的志愿消防队 共26名消整局及志愿消防员前往灾场展开扑灭火势行动 并成功在两点半左右控制火势 当时还在调查失火原因及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爱民心切 在得知火灾发生后 早上乘坐直升机从首都赶至利贝文达 了解灾情 陛下底部时一脸沉重 在现场逗留了半个小时 还捐助1500令吉给美妇灾离 禽兽不如的公务员在短短三个月内 击歼妻子104次 连自己的三名女儿也不放货 妻子大意灭亲报警 该名售妇今天在江沙地庭 被控111项罪名时不认罪 为法官禁止他保外候审 基监妻子性侵女儿的售妇 抵达及离开江沙法庭时 拉起衣服遮面 为保护受害者和报案者的安全 法官罗海达不允许被告保释外出候审 此案定于11月28号过堂 被告为42岁无意男子 在政府机构担任司机 不但上百次基监妻子 也性侵5岁至12岁的三名女儿7次 法庭通议员在庭上读出被告的 111项控状 全程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 被告对所有罪状都不认罪 要求审讯 根据控状 被告在不同时段基监妻子 包括早晨、中午、下午及晚上 一天最高达三次 最少也有一次 妻子发现女儿也受性侵 而决定大意灭亲报案 警方在本月16号逮捕被告 野生动物有价 因此非法猎捕活动猖獗 但警方也揭发 一些地位显赫的VVIP不只为钱 只为过瘾 把打猎当成嗜好 空闲时就结伴进入森林 非法猎杀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这些人可能包括政治人物及公务员 警察总长丹斯利阿都哈密 今天发出警告 一旦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就直接冲攻他们的枪械 阿都哈密警告 警方目前正追查这些 喜好违法猎杀的大人物 不过他未进一步说明 这些人的身份 警称他们都是来自 国内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 阿都哈密警告说 猎杀野生动物不是文明社会 应该有的行径 因为这些违法举动 将导致稀有动植物灭绝 两名到文东旅游的日本游客 熟悉文东梁广义商旁 有百年日本坟墓 便兴致勃勃到该处祭拜和视察 无料抵达后 两人经见坟墓被人挖了一个大洞 看到同胞的坟墓被人挖掘 两名日本游客为此感到遗憾 要求日本大使馆关注 以免这些死在异乡的先鲜 无法安息 该处墓地早前因为发现六个石碑 获得中国报报导后 引起日本政府关注 但也同时引来盗墓者寄予 盗取棺墓内的贵重物品 也是日本福伦社会员的两名日本游客 拍向墓穴被盗的情景 和记录死者名字才离开 并承诺会通过福伦社 向日本政府反映这事件 黄元也谴责挖掘坟墓者的行为 是对死者不尽 也希望日本政府加以关注 来关注国际新闻 日前泰国国王瓦吉拉龙宫 宣布剥夺贵妃士尼娜王室封号仪式 这现实版的宫斗剧引发全球关注 瓦吉拉随后也开除六名王宫官员 但他挥刀整顿王室纪律的力度 没有放缓 昨天再度开除四名被控通奸 及刑事马虎的官员 年轻时期的瓦吉拉龙宫王子 就是一个风流王储 在与宿提达相爱之时 他已经娶过三个老婆了 为了能够与宿提达经常在一起 2013年瓦吉拉龙宫王储 将宿提达从泰国航空公司 调到王室保镖卫队担任副指挥 并授予他将军勋贤 今年7月28号 在瓦吉拉龙宫67岁生日之际 他把女少将施尼娜升为贵妃 不过上星期一 却突然拔除新婚三个月的 从非施尼娜军衔与妃子头衔 在公报中言辞谴责他不忠 充满野心 试图与王后平起平坐 假借国王名义虎假虎威 为己牟利 本月23号 泰王在以行为极度恶劣 滥用职权等罪名开除六名高阶宫廷官员 当中还包括资深警官 瓦吉拉龙宫之后持续积极整顿王宫人士 据报道 泰国王室星期二公布两份文件 开除四名王宫官员 他们被挂上的罪名包括 行为不端 通奸及工作马虎 许兰的俄州警方今天销毁三个县 在过去14年来充公的各类毒品 这些毒品多达12种 重达14万公斤 总值大约73亿令吉 新闻的最后 跟着中国报一起近距离 看看这些被烧毁的毒品 我是辉宾 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